自己要一直努力努力 用我放棄 才可以改变 事情怎么改变自己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抚摸 改变消息 要一直努力努力 用我放棄 才可以改变世界 我们改变自己 周一至五 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我们江胜利 江洁文 同圣安 吴时玛丽 和你一起度过圣利的每一天 我们江胜利 今天没有真文也没有圣安 不过在我对面呢 做了Dusty D Hello 掌声欢迎 不好意思就我一个人给掌声 我也是有掌声 给自己掌声 恭喜恭喜 这红星大奖2023的获得了最佳潜力 新的Dusty D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在进行Facebook直播 可以去看看我们 然后可以say hi 你累了吧 我其实蛮好的 但是I think 现在是晚餐的时候 差不多 但是 我来了 我想跟你聊天 你问我什么问题 我愿意跟你分享 是 我看到你早上今天都在跑电台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访问 大家都一定要访到你这位 最佳潜力行 对 你这样说的时候 我想 我也想跟你讲 这个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 这个是第一次 在我的 生命中 第一次 其实 我21岁之后 我从来都没有入围任何东西 我得奖 我不要讲关于演戏 很小的东西 什么马票也没有过 所以 这次我得奖的就是 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我就是 我当然 谁不想得奖 当然 当然 当然想得奖 但是我没有去想太多 因为我很怕失望 如果我一直想 一定要得奖 一定要得奖 后来没有得奖的话 就会 有一点失望 所以我去 故意去避免 这种那些 thoughts 所以 现在 OK咯 但是我还没有 完全 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 因为 我不懂 其实 我知道 我有得奖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有看过 我知道 那心情方面 我 我还没有 对 因为得奖之后 排山倒海的这些 访问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今天虽然说是 已经是星期三了 对 可是你就 你就一直还在忙啊 因为你会讲 四种语言 是不是 所以四种语言的电台 你都得上是不是 三种语言的电台 有叫我去啦 其实 我也想 跟你讲一件事 因为 我们最佳潜力心 我们排的很 前面 前面 对 所以我们opening 我们出来走 走猫步 后来我们跳舞 然后走上台 走去前面 所以我没有 那天我没有时间去想 一条对东西 我就是 一直在focus on 那个跳舞 所以我没有去想这个 你平时爱跳舞吗 我不是 我不是一个会跳舞的人 但是 I mean 我们一起跳嘛 所以 如果跳得很难 尽量不要看到我 因为三十多个人 camera没有zoom到你 尽量 对 所以 你的感谢词 也没有经过彩排吗 就是有没有想过说 你要说什么呢 其实 其实我的 我当天 红星大奖的时候 我的 我有一个摄影机 我的摄影师 他在我旁边 他每次的配置 他问我 你有没有写你的谢词 我跟他讲真的没有 因为我怕了一下 你写谢词 你又背 后来没有得奖 就是有一点很失望 他说 你一定要 至少准备一些points 所以我有准备一些points 但是我也是 讲谢词 说我离题 我讲一大堆东西 因为他们就有朋友说 即使没有上台拿奖 就是在你的社交平台 你要谢谢那些 一直支持你的人 对不对 然后刚刚呢 我就问我们的听众 什么问题 要问达滴滴的 有人想要问 你是不是新加坡人 我是一百八千新加坡人 我在新加坡出生 你为什么会学中文呢 你中文为什么 可以说得这么好呢 我觉得我的中文还好而已 但是我可以谢谢 我会讲中文的原因 就是我小时候 我妈妈送我去一个 幼稚园读书嘛 那个幼稚园 没有给我那个 大米儿母语的 那个选择 那个时候 不是所有的幼稚园 有这个选择嘛 所以我就跟 我就跟很多华人的朋友 同学们一起聊天 小时候很容易学语言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学语言 所以到K度之后 我的父母亲就 他们考虑一下 他们问我 他们知道 我会写中文 我会讲中文 我会读中文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会讲大米儿语 不大会写 因为我没有上课嘛 所以 我叫我继续读中文 到欧水准了 哦 所以你当时也是 非常乐意的啦 OK啦 因为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 中文好难学啊 很多的你知道吗 这些华人小朋友 都觉得很抗拒 可是你反而完全 但是我也是觉得 很难啊 很辛苦啊 因为我就是 因为我没有这个 那个环境去 去练习嘛 对你家里 我不可能不可以 回家跟我妈妈 或者爸爸讲中文 呃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有请补习老师 帮我补一下 OK 东西嘛 嗯 你觉得中文最难的是什么 中文最难的就是 写字 不 写字还好 但是去记那些 那些词咯 嗯 嗯 因为很多词 好像 呃 比如说 孤单 孤独 都是大概一样的意思 哦 所以在哪一个情况 要用孤单 哪个情况 要用孤独 那些东西 呃 我觉得那些东西 比较难 还有我们 我觉得我们正常 讲的中文 如果跟朋友出去 讲中文 有时候会很 很懒惰 然后我们会讲英语了嘛 嗯 但是如果要演戏 或者主持 你一定要尽量讲中文 大多数的词 都是要中文 偶尔加一些英文还好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会有那个挑战哦 嗯 OK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 Daz 你的中文比我的孩子的 还要好 当然你的孩子是小孩子嘛 我这么老了 还有这位呢 也要恭喜你 他说你的中文 真的讲得很棒 所以当你就是参与 比如说八频道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比如说稿子 或者是你的剧本 是中文字吗 都是中文字 嗯 所以呃 比如说其他的主持人 他们需要花一个钟头时间 呃准备 有可能我需要花三个钟头的时间 准备 嗯 因为我需要查字典啊 写下汉语拼音啊 嗯 然后有一些词 我不了解的话 嗯 然后我不能记得话 我要换 嗯 我要换成其他的词 如果这个词很复杂 我知道我一定不能背的话 嗯 我需要换 所以要过很多的那种准备哦 我也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看汉语拼音的时候 讲的时候 讲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不标准 嗯 所以我需要问 比如说 一个电台主持人 嗯 或者 呃 我那些 呃 中文很好的朋友们哦 跟他们confirm一下 那个词 怎么样讲 嗯 对 OK 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啦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可以 好像我回去学校的感觉 啊 OK 学校不认真啊 现在很认真的 现在必须非常非常的认真 然后呢 也获得了这个奖项的肯定 所以 呃 有人问了 你还会什么其他的语言呢 我会讲马来语 还有我的母语 淡米尔语 马来语言很厉害吗 马来语会会讲 但是我也不会讲 不敢讲 我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呃 如果我要排 我所会讲的语言的话 就是英文在前面 然后淡米尔和中文 呃 我觉得 蛮平 平均的 嗯 最后就是马来咯 嗯 那你又怎么学马来文 马来文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 他们不想我了解 他们不想我了解 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 他们会用马来语来沟通 哦 然后我就小时候以为 因为我的父母亲会讲马来 我也会讲马来 但是我只会一两个字 嗯 我就敢敢的去很多 跟很多马来人聊天 嗯 用随便加 随便加来加去 嗯 后来 我 我 我 然后我跟他们学咯 嗯 然后我听他们怎么样造句子 学一些词 嗯 就加了 后来OK啦 哇你厉害咯 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上过一个去学校学语言的那种 哦 Go for language class 嗯 没有 就是我的环境 conversational 累啦 刚好有这些 有一个环境 我能练习我就练习了 哇 你真的是有很多朋友是不是 那个时候 有很多朋友 现在很多人不要跟我讲朋友 就有马来朋友 有华人朋友 然后就有那个环境跟你一直练你的语言 但是我也去音效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中文退步了很多 哦 因为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讲英语 嗯 所以我需要补习咯 嗯 OK我们先进广告 然后空中听一首歌 在Love to Cheer的Facebook 我们继续跟DustyD来聊 更多你最爱的开歌 即刻下 I haven't done this for a long time Facebook live的朋友 Hello 啊 OK有人说不听 Kelly 他说不听 不看你的人 听你的声音 还以为你是华人 我本身不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 一点点的小腔 你的小口音 嗯 但是我觉得 口音不是代表你的中文不标准 嗯 对 OK 所以你正式入行 甚至是 怎么加入这个 大软钢这个娱乐圈的呢 呃 我刚开始 其实我有 我有很多 我做过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都在这个 这个 呃 行里面 嗯 第一次 第一个东西就是我去 我的朋友是一个电台主持人 哦 呃 所以电台主持人 嗯 所以我去那边 嗯 他说 欸你很好笑 你来我的那个电台来 偶尔我们开一些玩笑 所以从他 认识他之后 我就做一些stand up comedy 哦 嗯 因为很多人说很好笑 我去 try一下 后来我觉得 stand up comedy是一个很 给 给人压力的一个东西 因为如果 不好笑 都很明显 对 很明显 没有人笑嘛 对 你的笑话讲出去 然后没有人笑 你自己还要救自己 对 你越救越 有时候越尴尬 啊 所以呢 后来 呃 我觉得那个 我做stand up comedy之后 我觉得 OK 不错 这个太压力了 嗯 主持还OK 因为没有 要搞笑的要求 哦 对吗 啊 然后我就 呃 我就 我就参与了一个 呃 新加坡的 YouTube的 平 呃 平台 嗯 然后 那个平台 呃 YouTube频道 那个YouTube频道 其实是一个 很家喻户晓的频道 现在 没有了啦 啊 所以 那个晚上的 对对对 晚上那只鸟哈 对对 对对对 correct 聪明聪明 呃 我觉得 我们 也可以坦白的讲 你讲到这样 呀 所以 呃 其实蛮好的 那个时候 我跟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我的特色是会讲 一个印度人 会讲中文的特色 所以他们每一个 呃 短片 都是 都会 尽量要求我 给我一些机会 讲中文嘛 OK 然后 后来 那个YouTube 没有之后 我的 我就 我的电影 就播出来 嗯 然后 我去团圆饭 团圆饭之后 就接了刷一刷了 啊 OK 中间还有你的那个短视频 那个背的哦 那个背子 对 然后连总理都回应你哦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呃 还还 我还在那个YouTube平台 嗯 嗯 那个YouTube频道 那个YouTube频道也是蛮支持我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series啦 嗯 嗯 因为蛮有意思的嘛 对对对 嗯 OK 好 有人说还想要学其他语言吗 有人问你会方言吗 OK 方言我不会讲 老实说 嗯 因为 嗯 我 就是因为我周围的人没有讲方言 哈哈哈哈 对吗 我的 但是我可以说 我的爸爸讲的福建话 非常非常的流利 如果你跟他讲电话的时候 呃 你跟他讲电话的话 你一定不知道他不是华人 蛤 很流利 所以他每次跟他的一些那些 朋友 顾客讲话的时候 他们因为讲电话而已 没有见过面 后来见过面的时候 啊 你是印度人啊 啊 他们讲 所以 我觉得 maybe我的家人 大多数都有这个语言的天分 嗯 嗯 我爸爸和妈妈有这个 因为我妈妈会讲马来话 他马来很流利 比我更流利 然后我爸爸是马来西亚人嘛 嗯 所以他会讲福建 达米尔语 呃 英语 呃 他是斯里兰卡的人 哦 斯里兰卡人 所以他也会讲那个斯里兰卡的语言 呀 哇 所以你应该就是有 有这种的天分 因为他们的基因很好 对不对 嗯 呃 有人说你做sales的话呢 一定 一定很受欢迎 但是我 我 我 当然会 但是我 我很 我不会去逼一个人 或者去 convince一个人 嗯 买我的东西啦 嗯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我不要做sales 我要继续 继续做这一行 你不要给我这种idea 啊 所以加入了这个行 然后现在呢 就是有演过电影啦 然后又有刷一刷 你还会想要挑战什么呢 像之前也有电视剧是不是 有演过电视剧 嗯 有演过灵探 呃灵探还有很多 呃其他的啦 不是很多其他的 但是呃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拍完 不知道方便讲嘛 但是呃 呃我很想拍多一个 呃电影 嗯 多一部电影 尽量如果有机会的话 现在我如果有导演的话 或者制作人的话 请你们呃 给我一个机会 演戏咯 嗯 嗯 OK 所以居然已经开了这个头 想要演戏 有没有想要演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演坏人 大反派 我想演警察 警察 但是有幽默感的警察 哈哈 就是不是那种 太认真 太严肃的那种 呃 当然需要认真啦 不要太严肃的那种 呃 节目 我要一些幽默感啦 嗯嗯嗯 OK 有这位朋友很好奇 嗯 他说 OK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Yes 对 有一个人说 Are you a mix 我不是混血的 我是一般发现印度人 嗯 OK 几岁可以透露吗 你的年龄 哦 33岁 我这个 我很OK的 有一些人 嗯 要保密这样子 OK 呃 你有什么欣赏的演员吗 有 呃 我觉得 呃 逼人节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还有其他的 其实 我们的前辈都 都会演戏 很会演戏 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经验 如果你不会演戏的话 你不会演这么多年啦 嗯 这个是 这些东西都是靠 你的 呃 如果你不会演戏的话 你不 他们不可能给你这些机会去演戏 所以 我们的前辈都蛮好的啦 那个前辈都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好 嗯 OK 还有朋友问 你有兄弟姐妹吗 他们也会说华语吗 我是 我是我家长的一个孩子 唯一一个孩子 唯一 OK 有人说 33了 完全看不出 什么意思呢 就保养得很好 你年轻啊 我就看 我觉得可能就 20多啊 OK 很好 你们很会讲话 谢谢 OK 是 然后这位 他就真的很欣赏你 嗯 嗯 对 然后说 去哪一个频道都没有问题 对 呃 其实 去哪一个频道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每一个语言都有那个语言的挑战的 嗯嗯 还有呢 你知道怎么我会讲四种语言 但是很难去进步 如果我只会一个语言的话 我可以分出我一百巴仙的努力去去进步一个语言 嗯 但是现在我会讲四个语言 说有时候有一些语言会比较好 有一些语言会退步 嗯 看我的环境 嗯 看我讲中文的或者那个语言的机会 现在讲过 当然我的中文比较流利 但是如果三个月我没有讲中文的话 一定会退步的 一定会听得懂 嗯 但是如果要回答 回复你的话 回答的话会有一点慢 对 然后就一些词汇 要去再想一下 诶 什么字哈 然后什么读音哈 对对对 对不对 OK 呃 有几位朋友都是要称赞你了 You're really really super super good Thank you 所以你现在有主持 然后也有演戏 然后也有可能在网上直播什么的 对 你有没有最享受哪一个 其实我就是 我不是享受 我就是如果很久没有做一样东西 我会很想做 嗯 就是如果 你叫我每天主持没有演戏的话 我会想 诶 很久没有演戏了 如果我 体养 对对对 如果我很久没有拍一些 社交媒体有短片的话 我就会觉得 哎呦 我很想去拍这些东西 就是看 嗯 看我很久没有做这些东西 很多人叫我选一个 我不会选 我比较 有什么机会 我尽量会做的 哈哈 这个 请问印度频道 访问你了吗 诶 其实他们访问了我 访问了我 访问了我 嗯 好 另外还有这个 what would you sleeve your muscles 哈哈哈 嗯 哈哈 OK 还有有人说会不会广东话 你会广东话的话 就可以跟刘德华 还有郭富城 一起演电影 搞不好他们找你拍电影 现在我又要学多一个缘了 哈哈哈哈 你们觉得我不累吗 哈哈哈 我觉得 OK 够了啦 我很开心 嗯哈哈哈 我还满意了 OK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什么都想要去做 像舞台剧音乐剧 舞台剧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有做了 Drama Club 对啊 也有做过 唱歌 唱歌 我真的我觉得不可以啦 为什么 我每次走音耶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不可以啦 那也是一种特色啊 可能你走音走得很好听 大家都很喜欢听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我刚才 有一次我跟朋友讨论耶 嗯 我其实我的 我会 我只会讲四种语言 还有 我有一点幽默感 除了这 这个东西哦 嗯 什么都不会做 嗯 Technology方面 嗯 很多东西我不懂 玩游戏这些 我有点慢的 嗯 所以 我是很specialized 哈哈哈哈 可是演戏啊 因为我其实觉得演戏很难 我觉得演戏很难 嗯 我要 我还要拿捏好 所以 那个也是 其实所有的东西 主持 演戏 我都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嗯 嗯 可是大家都是对你 赞扬有加 然后也拿了奖 获得了奖项的肯定 嗯 哇 这个很认识你 他说 You are really a good person 谢谢 嗯 嗯 OK OK 好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回到空中 再聊一小段 然后呢 就真的要让 DustyD去休息了 哦 今天起得很早吗 还好啦 嗯 7点 7点 OK那算早 哈哈 今天我们江胜利 除了有玛丽呢 也有DustyD 来到节目当中 哎呦 我们Facebook的朋友 很可爱 一直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有看到吗 哪里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我单身 我喜欢做工 所以你是那种工作狂吗 我刚刚得奖 还有我最近才开始发展 所以我想 我就是想专心的做 我想做的东西 我不要去谈恋爱之类的 暂时啦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当然不会拒绝啦 但是我觉得最近有点忙 所以 你的父母亲不会就是催你吗 来给我抱孙子 我给他们抱红杏大奖啦 然后我有好奇 为什么要叫DustDD呢 你的名字 其实我的名字很长 所以我把它弄小 所以比较容易挤啦 所以一定要加DD DD就是我的神变咯 我的姓咯 所以如果要follow你的话 你的IG handle是 D-A-S-D-Y-L D-A-S-D-Y-L 我去看到你的那个 就是profile那边 放了一个 Systic.com.sg那个活动 有你吗 没有没有 还是你再帮忙 push那个音乐 我就是帮他们宣传一下 OK 好 我可以看这边 还有什么问题 他说DustDD是quadlingual 因为你会说四个语言 对对 嗯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 可以不可以请Dust 把喜欢娱乐圈的原因 浓缩成一句话 哇很会考人 浓缩成一句话 而且还要用四种语言讲出来 可以吗 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讲英语先 fun fun 中文是累 会累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 有时候拍很久 然后我们要 马来话就是 Suka就是很喜欢 喜欢 啊哈 then then also 如果我要讲 Damiuri的话 我就会讲 嗯 其实四种 四个东西啊 最后一个就是 我觉得 就是我需要进步了 嗯 对 OK 刚刚我们就私底下有在聊 然后就聊到拍戏 然后我觉得拍戏很难 你觉得呢 我觉得拍戏很难 也是 嗯 我觉得主持也很难 因为可是主持可能就是 比较靠自己 有时候拍戏还是一个团队 嗯 然后像比如说 酷戏你OK吗 酷戏啊 嗯 我其实可以的啦 其实可以的 但是 不像那些很资深的演员 他们就很快 我要 我要 我要花一点时间 慢慢的入戏 然后才能流点泪啦 哦 OK 有人问 你的Darling 不是阳光可乐吗 他说你可以跟阳光可乐 学方言 其实我很想跟他 学方言 呃 但是 有时候 呃 我觉得他要先学 学英语 哈哈哈哈 我就教英语给他先 然后我慢慢学方言 对啊 这样子你们就 就 就互相学习啦 对啊 对对对 那么 我 其实阳光可乐 我很喜欢当他的搭档 因为我们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很好 嗯 呀 就是我说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他 嗯 OK 呃 也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 都送上祝福啦 谢谢 希望你能够 好好地加油 继续地加油 有人很好奇 嗯 你 我有及格 我有及格 但是不是A1 哦 有及格 还有这位应该是看了之前的 周公讲鬼哪里有鬼2 然后就有看到你 他就希望可以继续 你OK的吗 这方面 我OK 但是我没有权利去弄 呃 呃 呃 下一集啦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当然很想回去 因为我很喜欢 呃 呃 重新打 嗯 有会不会要来做radio呢 呃 since你的开始 就是你的radio dj朋友 找你上节目 我觉得radio可以 但是不要中文啦 哈哈哈哈 要中文 如果我是中文radio dj 我不用睡觉了 呃 你每天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每一个字 对对对 但是也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挑战 如果 你把我放在一个情况上 我一定要学的话 对啊 一定会进步的比较快 对啊 而且只有那个环境啊 对 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浓缩的 然后一天就这样 但是我也是不想在电台上 做错 讲错东西 哦 如果不标准 或者我用不一样的 呃 错的词的话 嗯 我们那个新闻是 好像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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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不用了 我们可以慢慢来的 你不要这样stress 哈哈哈哈 没有 OK啦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真的就是 大家从早上七点忙到现在 很多的访问 然后这是最后一摊了 呃 最后的最后 有什么想要对 支持你的朋友说 还有在听Love972的朋友说的吗 呃 我想先感谢所有 呃 支持我的朋友们 还有来上 上这个直播的朋友们 最重要的就是 我希望你们会继续 呃 看我们的刷一刷 收看刷一刷 因为我们 其实分出很多力气 去 呃 拍 还有 我们的 幕后的朋友们 也是很 很辛苦的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两集 呃 嗯 就是很 很累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会收看 还有呢 呃 有时候 如果你们不想看电视 你们可以去上YouTube 看刷一刷 有选择嘛 嗯 对也是 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娱乐新闻啦 我觉得你们会喜欢啦 嗯 OK 好 今天呢 非常谢谢Dust弟弟 来到节目当中 再次恭喜 是今年的最佳潜力心 谢谢 谢谢